我喜欢暖暖的阳光 是环境规表上的方法 你的味道和你的美丽 Ease in the sun 我的牵拨 我的心已经 找到了高等的理由 为了你我为你绝对我的脸的眼 为了你我为你将你终对我的脸 作词 Wu 为了你我为你绝对你的脸 为了你我为你绝对我的脸 因为你感到热 如下的幸福 做像双天的过离场 做像农村的酒靠里 当你想以为了在耳边就会感到 买下欢喜 我的心已经就到了 要等到你呀 为了你我为你去 丢我的脸的眼 为了你我为你唱一张天的歌 为了你我为你去 丢我的脸的眼 为了你我为你唱一张天的歌 为了你我为你 丢我的脸 为了你我为你唱一张天的歌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 他为什么这么对我 凭空捏造出很多事情 来夹在我头上诬陷我 我什么时候 无视公司的规定了 我知道 这么大个公司离开我没什么 可是我离不开公司 我来北京打拼了这么多年 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很珍惜我的工作 行了 别生气了 我看不如这样好了 你还是去新加坡培训 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 让我留下来的是你 让我走的也是你 你是不是后悔了 我后悔什么了 我很庆幸自己迈出了这一波 我心里只有你 如果不信的话 我可以给你发誓 我许飞 一定会永远等着你的 我许飞 许飞的母亲 阿姨 你好 你有什么事吗 钱多多 我刚从你家楼上出来 我本来想跟你单独谈谈的 现在 我们就在电话里说 我跟你妈妈已经达成共识了 我们谈得不错 就是 你跟我儿子分手 要尽快 好 阿姨 我也有一句话 正能不能告诉你 我跟您儿子许飞是真心相爱的 我们会在一起 也希望得到您的祝福 做梦 哪个谈恋爱的人不是真的呀 但是这跟婚姻是两回事 钱多多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多余的话我都不说了 算我求求你 离开我儿子 就这样 好 马总正让你把这堆设计稿 重新修改一下 凭什么呀 你该做的 我说你别开白 我是哪得罪你了 你干嘛叔叔针对我 我就是讨厌你 我就是看不惯你 你以为全天下的男人都敢喜欢你吗 许飞和田惠子因为你没有定成婚 马温因为你被总部骂了一顿 就连去新家部培训这样大好的机会 你说放弃就放弃 要不是马总今天罩着你 你今天还能坐在这儿 早被开了 易丽上班 我说你是不是闲得慌 现在是上班时间 是是是 我正和钱多多聊工作呢 你聊什么工作呀 拿作品说话 不要光靠一张嘴 对对对 情人眼里出席师吗 你 我们算什么 继续追啊 告诉你吧 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我想辞职 什么你要辞职 喂 慧子 钱多多说他要辞职 真的 我亲耳听到的 哦 好 行 那么回头见 好 拜拜 谁呀 吴风风 吴风风 怎么是你呀 你来干什么呀 好呀 家 我就是来问你 那套房子你什么时候卖呀 你总是这么拖着 你想干什么呀 哎 怎么是我拖着呀 不就是卖房子吗 走啊 不过我丑话要跟你说在前头啊 我们家那房款二十几万 放在你那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利息怎么算呀 利息 你凭什么管我要利息呀 你这钱又没放在我们家里 你怎么不像收了中心药啊 再说了 当初买房还不是你死气白咧的 要出一半钱啊 我又没逼你 你别跟我说当初啊 吴方方 当初要不是你们家钱多多 我们家名声能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我告诉你 我要给你算的账还多着呢 不只是这一点 什么时候算清楚了 咱马上就去卖房 行 好 你真行 那咱们就慢慢算 看谁拖得起 不送 什么人呀这是 钱多多辞职的消息 并没有让许飞很吃惊 她了解多多 她想要帮助她 怎么回事 为什么突然辞职了 我太累了 我不想再逗来逗去的 你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 如果马文走了 这个位置 就一定是你的了 那又能怎么样呢 如果我还是个总监 我还是天天要看别人的脸色 你知道吗 我想有自己的爹 创立一个独立的品牌 这才是我的理想 好 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你带我去哪儿 其实 我最近 租了个房子 想带你去看一看 房子 什么时候租的呀 为什么我不知道 怎么敢惊动你大家呢 为什么都有这么好 我妈妈不同意 你就不能嫁给我 要说服我妈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我见过我 先回避一下 那我要提醒你 虽然那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 但是呢 你不许多想 天哪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 不过 想想两个人 在一起住也不错 想一想就觉得很幸福 每天都可以看到你 可以跟你在一起 对了 千万不能让我妈知道 我妈知道她非杀了我不可 那我 就跟你一起死呗 多多 我会一辈子死心塌地 只爱你一个人的 我可以把这些话理解为是甜言蜜语吗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有没有认真的想过 当然 好吧 我承认 我很爱听这些话 你再说一杯 我续飞会用一辈子的时间 死心塌地 只爱你一个人的 那我已经真的了 我想告诉你一句话 我爱你 那我们看房子吧 睡觉 我去睡觉 快到这些了 你怎么那么早点回来了 这事有钱人有啥了不起的呀 就长得俩脑袋俩鼻子呀 他两千块钱找不着了 他非要说是我拿走了 最后是他儿子偷着花了 这就是狗眼看人低 谁让你出去坐零点了 妈 坐零点多辛苦啊 要不然你就回老家吧 你老在北京待着干什么呀 我不想回去 我回去干啥 再说我想你咋办 妈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 等我以后有钱了 买了大房子 再把你接过来嘛 妈呀 远远 你没发烧吧 北京的房子啥价啊 这是天价 你以为买大萝卜呢 咄咄还没买呢 除非把你卖了 那就把我给卖了 反正我就要买大房子 你别跟我扯犊子 这 那个 你干妈呢 家里咋就你一人呢 刚才许飞他妈来了 把干妈气坏了 卧床不起了 啥 许飞他妈来了 不会吧 有啥不会的呀 许飞他妈说话也太难听了 把干妈气坏了 这不躺屋里半天了 只喘气 半天气不来了 这个雕婆子 费点我来治他 阿姨 回来了 我跟你说呀 不看不知道 一看啊吓一跳 怎么了 我刚才去钱多多家了 他和他前男友的照片 就摆在桌子上 而且他们全家人都在那儿看 还清清乐道 是不是马文啊 那我倒不太知道 不过人长得还行 一看呀 关系就不一般 那就是他啊 我们是一个公司的 之前啊 跟钱多多好了两年多呢 到现在两个人 还每天腻在一起 关系能一般吗 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阿姨 我又不是搬弄是非的人 那我们非儿不是吃亏了 请给我添堵 阿姨 那你千万不能让许非 跟钱多多在一起啊 放心 我要是拆不散他们 我就不是他亲妈 妈 我们今天没加班啊 早 没加班 妈 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好事坏事啊 坏事我可不想听啊 好事啊 反正对于我来说是好事 那你说说看 我们公司呢 要派人去新加坡培训 这个培训呢 对于我将来的发展 是很有好处的 培训多长时间啊 一年 不成 这却又是一年 你的婚人大事该怎么办呢 多多 我可不想再说车谷的话了 女人一过三十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是婚姻 哎呦妈 您看您都知道自己说的是超咕噜话 我知道您说了好多遍了是婚姻婚姻 那可是我的发展也很重要啊 妈 咱晚上吃什么呀 我帮你去坐去 不想吃什么 我都保了 我都保了 多多 我妈是从人啊 多多 今天许飞她妈来了 烟雾故的冲你妈发顿火 给你妈气鼓呛 为什么呀 还不是因为你跟许飞那事啊 这个雕婆子 就是一个脚屎棍 不让人按手 姐 老公 老公 看来 我真得出去躲一段时间了 钱多多安慰自己说 任何事情的第一步总是难走的 她决定接纳许飞的建议 一起租房 开店 创业 可是这件事 却不能让父母知道 她只能隐瞒 即使欺骗父母是最迫不得已的做法 回来了 好 回来了 你过来 我跟你说个事 你先别说 我先跟你说个事 来 你看看 你跟我买了承衣 今天啊 我把专业学校以后 所有人都说 是我特别的年轻 特别帅 我就觉得挺适合你的 我也觉得挺好的 你刚才要说什么 我找了几个工作 你帮我看一下吧 待不住了吧 像出去工作了 我也不能老在家吃钱饭是不是 万一把你吃空了怎么办啊 怎么会呢 再说时间长了 妈也会不乐意的 别管她 有我呢 我也不是傻子 婆媳关系啊 最难相处了 我知道你有责任心 但是我也得靠自己的能力 养活自己是不是 这样心里比较踏实吗 行 只要你踏实就行 她没跟你说什么难听的话吗 没有 别瞎想 你骗我跟你说了 她这脾气呢就是那样的 你别跟她计较 你别跟她计较 其实说实话很多时候 我也挺受不了她的 自从我爸死了以后 她就剩下我这么一个亲人 我总不能丢下她不管吧 所以好多道理人呢 你需要理解她 我知道 我们共同分担吧 别生 跟你在一起 我就知足了 老吴啊 赶紧去休息吧啊 这倒是多多这事没解决 你自己身体先垮了 是吗 我可没以心那么大 一点事都不想 站着头就着 老吴根呢不是那么回事 我觉着你还是心态的问题吗 行了 你别给我上课了 我想啊 明天啊 还是应该找许鹏聊聊 什么 要好说服马铃啊 还得从许鹏那儿入手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你说什么 你要单独去找她 你是不是觉得那个马铃 对你的误会还不够深呀 你看啊 我们也表态了 该说的也都说了 她根本就无动于衷嘛 我觉得啊 老许拿她也没什么办法 你别管我了 睡你觉去 这事可行不通啊 你要是单独去找许鹏 我 我是要吃醋的 大老婆 大晚上让人什么呀 我 我说你开玩笑 我真的吃醋 乔儿我 酥药儿 请 行了行了 别唱了 闹不闹心 许太太 我告诉你 这是主人的家 不是你的家 瞧您说的 我就是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了 什么话都愿意跟你说 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行了 谁是你亲人啊 你也不照着镜子好好瞧瞧 我们家谁跟你有关系啊 你一个做阿姨的 手伸得也未免太长了吧 谁的事你都管 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我跟你说啊 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许太太您听我说 我收够了 这是这个月的工资 拿着走人 不是 这咋行啊 还有半个月才到月底呢 我哪能走啊 李清花 你给我听好了 我是要解雇你 怎么着 我连这点权力都没有吗 赶紧走人 许太太 你听我说 我哪做错 你干我 我改 你讨厌我 我还讨厌你呢 可…? 我 给你 我通知你 我帅你帅我走 这样怎么 gewone 满マ了 可以啦 rate 帅 sick 来 来 来 这 这不是你多多姐的衣服吗 赵元宇 你是不是知道 钱多多去哪儿了 我哪儿知道呀 我就想试一下 多多姐的衣服 好 你试吧 你慢慢试 我呢 就坐在这儿 看着你是 干什么 我不是了 你给我回来元宇 元宇 你跟我说实话 你拿这衣服是不是给多多姐姐拿的 你说实话 走 是 我就是给多多姐拿的 那我得赶紧走吧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回来 你别拉我 你赶紧追元宇 追她干吗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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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吴 你看你说人马力的时候一套一套的 什么给许飞压力太大了 管得太严了 这回过头来看看你自己不是一样吗 哎呀 好了 好了 咱们呀把心态都放平和一点 孩子大了让他去嘛 是吗 哎哟 到点了啊 咱们最喜欢看那个电视剧闪婚 今天是大结局 哎哟 招呼我� talks 你别 你说你讨论老公有什么用了啊 我要是不照顾你啊 就没人照顾你 你又想说什么呀 怎么着 感觉这韩依依离了婚什么钱都没有啊 感觉一分钱财产都没分到 是不是 不是没分到 是她们要 为什么不要啊 该她得的 她不要傻不傻呀 打肿脸充胖子啊 不要就对了 我感觉挺好的 那你说你图什么呀 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又没有钱 又没有什么谋生的技能 光长得漂亮有什么用啊 能当饭吃吗 该不会还让你养着她吧 霍姨啊 这话千万不敢出去说啊 让人家听见了 还以为你多俗气呢 我就是个俗人 我活得很现实嘛 你说现在干什么不要钱呢 吃喝拉撒睡 样样都是钱 你跟她依依说 她要是要不回来钱呢 我去帮她要 我就不相信这钱要不回来 这钱跟我们有关系吗 依依姐 干吗呀 买菜去啊 我陪你 吓死我了 你这大上班不看见干吗呢 我这不是陪你买菜吗 另外今天我要去你家蹭个饭 你是不是跟赶紧干妈吵架了 一言难尽哪 现在还没有闹别扭 不过在不久的将来 钱价一定会有一场大战 我左思右想吧 我还是躲出来 省得引火上身 省得引火上身 出什么大事了 许飞哥和多多姐同居了 他们俩同居了 这不可能啊 多多前几天还好好的还跟我说要去新加坡什么的 他干这么伟大一件事 怎么不够我呢 他们俩真的同居了 他俩住在一个小屋里面 那灯光 那布置 那气氛 那俩人 就 就完全跟那个 结了婚的一样似的 就 对 就像你跟燕老师那样的 你说他们俩住一块了 那可不是住一块了吗 我这说来说去你还没听明白啊 而且吧 我还亲自回家替多多姐拿了衣服 但她为什么不告我呢 你就先别说你那个闺蜜那点小情绪了 我今天除了上你家蹭饭 我还得跟你商量个事 我跟干爹干妈说 多多姐去新加坡了 如果干爹干妈问起来 你说我是接着编啊 还是老实交代啊 呦 媛媛 你可千万不能实话实说啊 你终于说到点子上了 我就是怕自己说漏嘴了 多多姐教育过我 她说人不能说谎 一旦说了一个谎话 就得用一百个谎话 来圆着一个谎 这样的话 人就会活得特别累 我就在想我说完这些谎 接下来我得多累啊 你说是吧 媛媛 你听一姐说 咱们呢给你多多一点时间 你也多理解别解的行吗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多给一点时间啊 媛媛 你还小 有些事情呢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这女人啊三十岁就是一个坎 那过了三十呢 不管她爱情啊事业啊 自然而然也就会归位了 三十岁之前你怎么玩都无所谓 但是三十岁之后 女人啊才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好神奇的三十岁啊 原来女人到了三十岁有这么多事呢 行了 我明白了 我接着往下编 给 我不陪你买菜了 我好多事要解决的 走啦阿姨 你这孩子 阿姨啊 阿姨 你找我啊 是 我们的计划 敢不怕你们的变化快啊 谁能想到 你能和依依走在一起啊 阿姨 我让你见笑了 什么见笑了 只要生活幸福 阿姨啊也会祝福的 更何况 你又是他们的老师 我尊重还来不及呢 哦 对了 这是你妈妈的钱 就是之前那两万块钱聘礼 还有那房款都在这儿的 你查一查吧 阿姨啊 真的不好意思 我跟多多的事情 别说了 我都知道了 只是我们做家长的 白忙活了一场 多多好吗 好什么呀 折腾来折腾去的 我们做家长的 不都是为儿女操心吗 我们家闺女 我太了解了 那没什么事我走了 好 再见啊 再见 再见啊 至此叶明生和钱多多 算是斩断了最后一次的关联 可韩依依却开始担心起多多来 合足创业开店 她到底要亲眼看看 这个钱多多和许飞在搞什么鬼 喂 喂 多多啊 在哪儿呢 我在看和田收购案的资料 想要跟你讨论一下 啊 啊 许总 我就是一小设计师 这些问题我哪懂啊 我今儿去租房子 胖了一鼻子灰 烦死了 怎么 心情不好 好 那这样 今天晚上我做饭 呃 我做一顿超级爱心解压大餐 等你大吃一顿 怎么样 亏你还有心情开笑 我都丑死了 丑什么 有我呢 等我把这个收购项目完成 咱们两个一起解决 放心吧 没事呢 呃 好像有人按门铃啊 啊 不会吧 喂 喂 我还要回家去坦白从宽吧 不会是阿姨吧 啊 呃 呃 许飞 您可真行 你真跟多多同居啦 呃 呃 哦 哦 姐 苏都姐 你这这这干什么呀你啊 你干什么呀圆圆 你现在不能回家 我为什么不能上去啊 家里出事了 家里能出什么事啊 根据剧情的发展 你现在在新加坡呢 我跟你说吧 我实在是扛不住了 我要去坦白从宽 不会吧你 哎 读读姐 你这这这太不仗义了啊 你让我替你瞒着这事 我就一直替你瞒着 你这一上去咱俩就完蛋了 你也完蛋我也完蛋 那你说怎么办呀 早晚不得过这一关吗 我知道 伸脖子也是一刀 缩脖子也是一刀 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呀 我就真想明白了 我就想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 有一份事业 你说这有什么错吗 没错 我觉得你做得都可对了 伸脱姐 我跟你说啊 其实吧 你真的是我特别崇拜的人 我来北京 我就是为了来向你学习 你说 我现在那个奶茶店 就是我的事业 我知道 那给别人打工 永远都赶不上自己当老板墙 我理解你 谢谢你理解 但是吧 干妈她现在不能够理解你 等你以后事业做好了 做成功了 干妈她自然就理解你了 不过你跟许飞哥老这么着的话 我觉得 你觉得什么呀 我们俩在一起做事业呢 又没怎么着 没怎么着 诶诶姐 我觉得那个马文吧 长得挺帅的 对你又好 还劳给你送花 一束花就把你给打发了 我告诉你 圆圆 马文的事情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现在我心里有许飞 但是 那马文这次回国的目的 就是为了把你给追回去 她说她跟你分手她可后悔了 而且她还说 两个家庭都不支持的婚姻 肯定成功不了 你跟许飞在一起肯定会特别地累 我觉得她说得挺有道理的 我跟你说 圆圆 我跟马文不能回到过去了 不是因为她不好 也不是因为我恨她 是因为真的在我心里那段感情 已经过去了你明白吗 你不懂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记得春节的时候 你在我们家 你晃着一个大金戒指 你说 非村长的儿子不嫁 你记得吗 可是如果现在 她从那边跑过来了 要娶你 你还会嫁给她吗 多多姐 千万别吓我 小心脏受不了啊 我没吓你 我这么一说你不就明白了 下次呢你要再看见马文 你就陪她好好聊一聊 开头看着她 傻了吧 回不了家呢 请我吃饭去吧 走 谢谢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这里啊 我觉得这个小窝很舒服 怎么样 能委屈你的闺蜜吧 我是觉得 你们俩就这么就同居了 是不是有点草率啊 我以为来兴师问罪的 是多多的妈妈呢 原来是你啊 看着我 我跟你说 我今天来是很严重的 好好好 你说吧 你说本来嘛 先是你逃婚 然后跑到机场 就把多多接来这儿 多多摸摸就同居了 接下来你再干吗 我和多多没有同居 你看 这是多多的卧室 那是我的卧室 楼上呢 是前大设计师的工作间 现在我们 算是合租 明白了吗 你说什么 你们俩合租啊 不是 合租 多多她是想 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服装品牌 我呢 只不过给她提供一个 安静的环境而已 算是一个遮风避雨的 安全的港湾吧 你这是放长线调大云的吧 那接下来打算怎么着 就一直这么合租下去啊 虽然我不知道 这样要维持到什么时候 但是我很肯定 我也有信心可以让多多 过生幸福美满的生活 和她走进婚礼殿堂 我是觉得啊 你这个想法有点太幼稚了 真的 咱们先不说多多妈妈 就说你妈 她本来她就不同意了 你们再来这么一出 什么什么合租什么的 你不得把你妈气死啊 我真的觉得你这么是南辕北辙 你错了 她毕竟是我妈 我相信只要我们幸福 妈妈她一定会改变想法的 难道不是这样吗 好吧 你赢了 阿姨 省着我的手艺 这是压轴的 看看 怎么了 不好吃吗 没有 好吃好吃 慧子 阿姨心里有事儿 烦 阿姨 其实我知道您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这两天也是 这心里啊 就像堵了一块大石头 压得我都喘不过气来 慧子 阿姨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 你说我明天 我想去福儿公司一趟 我就不相信了 我面对面跟她谈 解决不了问题 可是你说我就这么去了 合适吗 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 阿姨 您是她妈妈 妈妈找儿子谈话 有什么不合适的 可是菲儿这两天一直躲着我 公司又是公众场合 我怕我一击动发脾气 那不是让她在公司员工面前尴尬吗 阿姨 小飞哥现在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您要是还不把她拉回来 她会越陷越深的 你说她现在 就像是被催了棉的人 而被催了棉的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狠狠邀醒她 她现在 就是被那个钱多多给催了棉了 慧子啊 你还太年轻 你体会不了做妈的心情啊 我这两天 左想右想呢 你说我管她吧 我怕伤着她 可是我不管她吧 我又怕她误入歧途 阿姨 您还说误入歧途呢 小飞哥现在都已经误入歧途了 您要是再不拉回她 她就会越走越远 您看 她要是对我的态度 您觉得不是问题 那么你看看她现在 她现在离家出走啊 对亲妈您也不管不顾的 小飞哥现在的生活态度 是病态的 是不正常的 好 我去 我一定要把她打醒 她现在年轻 就让她恨我吧 也许等到她老了想明白了 她就能理解我的用心了 这个恶人啊 我当了 来 阿姨 您多吃点菜 不要急坏了身体啊 慧子啊 我们那个飞儿 要是有你一半懂事 我就开心死了 你也吃 嗯 芳芳 来了 来 来 到屋里坐 好 屋里坐吧 走 我就不去了 我就在这儿把话说清楚 说完我就走 什么事 我就是说了吧 多多和许飞 这情况你现在也清楚了 这两个孩子太苦了 我的意思是说 既然这两个孩子死心塌地的在一起了 那我们做家长的 是不是就别干涉孩子的太多生活了 我想你还是找个机会和马林谈谈吧 我已经跟她谈过了 没用啊 她这个人 算了算了 不提她 老秦 你看这样行不行 哪天以老秦后的名义 请你和马林到家来吃个饭 我们当面把情况说清楚 我给她道歉 说实话 我们是活一天少一天 你说做家长的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过得舒服一些 你说我们在为过去的事纠结着 你让多多和许飞心里能好受吗 行 我答应你 一定让马林去吃这个饭了 想办法让咱们两家冰释前嫌 那你就多费费心了 是 那我走了老秦 好 请回吧 那你慢走啊 慢走啊 请回 许鹏和吴芳芳 这对曾经的恋人 如今为了儿女的婚事 再度结成同盟 两人对这种奇怪的缘分 都只有苦笑的份儿 小心点儿女 这个我来不就行了吗 上这怎么办 这哪算重了 亲自不得了 我家里还帮我妈动庄呢 可是 这总是男人带过活嘛 多多姐 许飞对你实在是太好啊 行了宝贝我知道了啊 今儿真是谢谢你了 忙了一天 别在这儿瞎熟情了啊 拜拜 行 那我就先回去睡了啊 你俩咋睡啊 啊 不是一起睡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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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何苦呢 非得自己跑出来做 整天跑市场扛衣服 搞得自己像个小苦工一样 你以为第一桶金那么好挖呀 哎呀 创业真是难用 正所谓 天叫将大人于私人饮 必将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得了吧 一顿不吃就饿死你 嗯 你倒真是饿了 家里还有吃的吗 嗯 嘟嘟 吃的一会儿就来 稍等一下 还是没人接啊 我想一定是小飞哥把电话落在车上了 他这个人啊一向糊里糊涂的 什么落在车上了 他就是成亲不接我电话 不信啊你换个新的号码 他立马就接 不成 我这就去找公公的电话 怎么不信呢 哎 阿姨 您现在就算找一个陌生的电话 给他打过去 他万一接了 你又说什么 还不是要吵一架 阿姨 您就放心吧 这一次啊 我一定帮您把他 从那个姐弟恋的怪圈中拉回来 您别这么担心 有的时候男人 您可不能太着急 你越急啊 他越跟你对着干 哎呀 惠子 嗯 你可说话算话 阿姨就全靠你了 嗯 阿姨您就放心吧 别再担心了 今天早点睡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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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这样吗 心情慢走过吗 可能 我也终成了些什么吧 你说话时间就会 重担一切回忆 到底 你想说的话想表达什么 你有爱过吧吗 真的珍惜过吗 哪怕 所以去忘年就该 可以吧 除了那句话 除了放松那句话 什么坏的心理 除了那句话 你让我去相信 放松 我是个相信又会 结束 你的泪在颤抖 你的泪在颤抖 你最不想再回头 你的爱是会接受 要定就这样吧 我的歌 你喜欢沟通 你不想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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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卻不想再推走 为什么 不敢相信真的要放手 我只相信你会承受 你的泪在折斗 你真的没有陪我走 我们一定会这样吗